今天要各位介紹的是一之一生命的情緣 在國一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單元 所以同學要需要這個單元 我們要知道生命怎麼起源 其實它是跟地球的形成非常的有關係 所以我建議同學先去看一部影片 是Discovery的 關於地球的形成的這個影片 它是介紹水的來源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影片的來源 它是把過去地球的歷史做一個濃縮 所以我會把這個影片的網址寫在上面 那你們就可以點那個先看過那個影片之後 再來上這個單元 我們就會比較了解 好 那這個單元到底在學什麼呢? 其實它在學地球的歷史 那地球距離今天大概有46億年 地球大概有46億年的秀明 46億年的變化是發生的 發生哪些事情呢? 好 我們就把地球的年齡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最原始的地球 最古老的地球是怎麼樣呢? 如果你有看的影片 你知道其實地球應該是有很多隕石撞擊 形成一個球體 因為隕石跟隕石之間會有這個萬有引力 它們互相吸引 那當它吸引了比較大一顆的隕石之後 它會吸引小顆的隕石來 那因為吸引過來的過程當中會直接撞擊到地球 會產生大量的高溫 所以地球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很高溫的隕石所形成的 那這個隕石呢 上面還有很多的什麼呢? 很多撞擊 所以這個還有不斷的隕石會飛過來 撞在地球上面 所以這時候的地球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狀態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熔融狀態的地球 熔融 這時候的地球呢 它的隕石都是融化狀態 熔融狀態的地球 那麼它的上面幾乎都是岩漿 熔融的岩漿所組成的地球 好 所以這是地球最早期的地球 那這時候呢 其實已經慢慢有一些大氣的成分形成了 這些大氣的成分呢 主要都是一些很輕的氣體 它會圍繞在地球的四周圍 那這些大氣呢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原始大氣 原始大氣很重要 你要記得哪些氣體 原始大氣主要有四個氣體 對於客家的規則呢 有四個氣體 四個氣體呢 第一個是氫氣 氫 第二個是氦氣 氦 氫氣是全宇宙最多的元素 那同時它也是最輕的氣體 它的寫法叫做H2 這是它的化學名 那氦的話是HD 還有什麼呢 還有甲烷 甲烷 甲烷 甲烷是什麼東西呢 甲烷叫做CH4 這是它的化學式 甲烷就是家裡用天然氣 那我們家裡如果你是住公寓大的 會有管線的 那就是用甲烷 它是這種天然氣 還有牛放屁 人放屁 也會有甲烷的成分 也是可以燃燒的成分 好 最後是氨 氨是什麼東西呢 氨就是 你去廁所 所以原始大氣包含了四大氣體 氫、氦、甲烷、氨 那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坐著時光機回到原始的地球 假設你有穿防護衣 不會怕熱 那如果你去聞當時的大氣 是聞到什麼味道呢 其實那味道非常的有心 為什麼 因為 這是尿 ammonia 就是尿 然後這個是放屁的成分 所以那原始大氣 聞起來就是不太好 如果你想要知道原始大氣的成分 你只要去廁所 很久沒有洗的廁所 等一下用力的吸一口氣 你會聞到原始大氣 就到廁所 這就是原始大氣 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口訣 就是親愛加晚安 所以有人說 有一些老師說 這個你可以把它叫做親愛的晚安 口訣叫做親愛的晚安 口訣叫做親愛的晚安 這是讓你比較老氣 親愛的晚安 好 所以呢 這就是地球一開始的樣子 這是原始大氣 那麼呢 其實 當地球越來越龐大 然後呢 隕石撞擊的次數越來越小 因為雨座當中 隕石已經慢慢被吸收了 然後呢 接下來地球會慢慢的冷卻 就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當地球開始冷卻之後呢 這時候呢 你知道嗎 因為地球其實 它比較重的元素都跑到地球核心 我們地球其實是一個大鐵球 它的核心呢 就是融融狀態的體 那這時候呢 原本呢 外表呢 那些岩漿已經慢慢冷卻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地球的第二階段就是 它外表是冷卻的 外表冷卻的 可是裡面還是怎樣 還是非常非常的燙 裡面還是很燙 這時候地球就像一個巧克力球 裡面呢 還是很燙 還是好像那個芝芯巧克力 裡面都是草莓的口味 那外面包的巧克力已經冷卻了 可是因為裡面實在是非常的燙 所以不時就會噴出來 冒出來 所以第二階段就會出現了所謂的 火山的活動非常頻繁 這時候呢 火山會從這個地球表面噴出來 那像我們 我們台灣呢 這個象牙明山呢 就是一個火山 那為什麼在利用火山呢 那邊有溫泉 你知道北投也有溫泉 因為那邊的地表比較脆弱 那底下呢 岩漿還在慢慢的反應 所以呢 當我們只要往下一挖 不用挖很深 裡面的岩漿冒到表面 就會形成出一個火山 就是溫泉的現象 所以這其實都是因為地球還沒有完全冷卻 裡面還是很燙 那這時候呢 會形成比較早期的大氣 這時候呢 會形成比較早期的大氣 這時候呢 這時候的氣體是早期的大氣 那當時有呢 第一個有很多的火山活動 因為地表冷卻 可是還是很 還是有些部分呢 會冒出這些岩漿 所以就形成火山活動 那火山活動呢 會噴發出主要有三個氣體 一個就是水 這時候因為地圖裡面 有一些元素 激動力就是產生水 然後還有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CO2 再來是氮氣 氮氣 那水的話 你知道它叫做H2喔 同學可以順便記一下這些物質的化學名稱 二氧化碳CO2 氮氣叫做N2 好那這三個氣體呢 特別重要就是這個水 這個水有什麼樣的特別呢 因為水呢 當它在地球上面呢 開始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我們知道影片當中 剛剛Discovery裡面有提到說 這個水有一半是從外太空的 彗星撞地球而來的 那總而言之呢 地球上現在有那麼多水 不論是從地底下冒出來 或是從外太空來的 那它就覆蓋了地球表面的 這個大概十分之七左右的面積 那這些水呢 其實呢 我們知道水 它不是水 它不但都是水 它可以流動 然後它蒸發之後就變成 水會變成雲 對不對 你知道 鎖定雲 那有雲就會怎麼樣呢 可能會打雷 閃電 或下雨 所以這時候就會形成 所謂的氣象變化 所以有了水之後呢 這時候呢 地球的活動變得更複雜了 因為有雲 有閃電 那我們知道呢 水呢 雲也會下雨 會降水 降水就會形成水的 最後慢慢累積在地球的 比較低窄的地方就會變成 海洋 那另外呢 這個閃電呢 因為它會把這些化學物質 做一個反應 因為閃電是非常強的 當它把這些化學物質 做一個劇烈反應 然後經過幾千萬 幾百萬 幾億年之後呢 結果科學家推測呢 在這個大氣中 竟然可以形成出 所謂的有機物 有機物就形成了 有機物 那什麼是有機物呢 有機物指的就是 我們構成我們身體很多的成分 有機指的是有生命力的意思 那比較早的意思是這個 那現在的意思是說 它有碳的物質 簡單來說就是說 它們發現呢 這個經過閃電的作用之後呢 這些東西呢 電一電之後 竟然產生了所謂的 氨基酸 因為你知道氨基酸 就構成我們 皮膚這種蛋白質啊 這些物質 甚至DNA核酸這些成分 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閃電的作用之後呢 把這些化學物質 這樣變成了 可能有變成DNA的成分 變成核酸 變成氨基酸的成分 所以科學家推測說 那這樣的原因呢 就可能造成了 生命的材料可以出現 因為氨基酸 那氨基酸其實呢 吃起來什麼味道呢 就是雞湯的味道 所以當時候有人把 有科學家把這個 當時候原始的海洋 稱為叫做原始湯 它是很像一鍋雞湯的成分一樣 所以本來是很臭的味道 現在變成一鍋濃的原始湯 好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證明 那到底生命怎麼來呢 那這個就是一個 目前還是一個謎團 那生命 我們知道 雖然大自然提供了這麼多的材料 但是生命的請緣 到底從哪裡來呢 所以有很多的說法 有是神創論 或者是自然發生論 那不管什麼學說呢 都是在推測 那告訴我們就是 當時候有這些材料 那這些材料呢 不知道為什麼 好 不知道為什麼生命就出現 好 那這個過程是問號 可以說是上帝創造 或是 你可以說是 什麼原因 不知道 那總而言之就是生命的出現 那生命出現之後呢 接下來呢 那這些生命要失神 我們知道生命要維持生 要維持生存 就必須要有 有足夠的能量 所以當時候的生命呢 最早的生命呢 被推測是 一種海洋性的 而且它是吃這鍋湯的一種細菌 所以我們叫做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海洋 最早的生命應該是海洋性的 藝銀 這個藝銀的意思就是指說 它的營養成分是來自於外界 來自於海洋本身 它不會自己製造 叫藝銀的古細菌 古代的細菌 被推測是這樣子 那其實呢 這個大概是發生在 38億年左右 38億年前 大概 推測了 推測是38億年 那 這些細菌就很快樂的 活在這個原始湯 每天吃這些原始湯的成分 就是雞湯的成分 就不斷繁衍 最後有一天 終於把原始湯裡面的 所有的養分都吃光了 那這時候 很多細菌就死掉了 那生物要必須生存 它會想出 它會有辦法去適應那個環境 所以後來呢 又演化出一派 既然吃光 那就自己製造了 這時候就所謂的 產生出自營性生物 自營值的就是說 它可以做光合作用啊 等等的這些反應 像自營性的細菌 那可以推論最早的自營性細菌 就是像藍綠菌這些東西 藍綠菌 目前的化石在澳洲的 這個疊成石 它今天可以找到 藍綠菌 藍綠菌可以製造那個 光合作用 可以製造養分 35厘米 保險 35厘米 所有的化石 好 就是到了現代 因為 後來出現了這個自營性生物的細菌之後 它們會光合作用 因為它們會進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會做什麼事呢 它會消耗二氧化碳 水 所以呢 並且它會製造氧氣 所以 那因為光合這些細菌 主要是利用二氧化碳 所以二氧化碳的濃度也慢慢降低 那還有一些二氧化碳 氧氣 地球上面呢 就變成了 主要是氮氣 氮氣呢 佔了五分之四 好 氧氣呢 佔了五分之一 氧氣就是所謂的O2 好 所以呢 經過因為有光合作用的東西呢 所以產生出了氧氣 所以今天的氧氣 其實是從過去的這些自營性的細菌 它們所製造出來 所以今天的大氣主要是氮氣跟氧氣 那就造成了我們今天這個世界 所以呢 我們再一次把它做個總結 我們的生命的起源可以分成三階段 第一個是融融狀態的地球 那這時候呢 大氣的成分是氫、氦、甲、碗、氨、氨 這時候地球還很燙 後來地球慢慢冷卻呢 接下來呢 有時候有佛山活動 那活動會噴發出水氣 二氧化碳跟氮氣 其中的水呢 它會造成所謂的氣候變化 所以有雲 雲就會降水 形成海洋 那因為有雲呢 所以會有閃電 閃電提供這些化學反應所需要的能量 然後造成有機物的出現 那因為有機物呢 都沉降在這個原始湯裡面 然後呢 因為某個原因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出現了生命 那生命出現之後呢 最早的生命呢 是海洋性的異營生物 異營則就是 吸收海洋裡面的有機物維生的生物 所以這是一種骨細菌 那後來這異營生物就是把養分呢 吃光了 像我們等於是一種異營生物 我們把這些養分吃光之後呢 開始演化出一些自營性的細菌 那這些自營性的細菌呢 它們會自行光合作用 那我們知道光合作用 除了它會吸收氧和水之外 另外就是它會產生氧氣 所以自營生物它們可以自給自主 只要有陽光有水就可以存活 所以有陽光有水之後呢 還有陽光汗等等 它就會慢慢的把大氣的成分改變了 造成今天呢 21%是氧氣 78%是氮氣 所以這個今天的地球呢 就是主要是以氮氧為主 那因為氮氣它非常冷定 所以它就幾乎沒有被消耗 在我們這個教室裡面呢 5分之4就是屬於氮氣的部分 5分之1是氧氣的部分 所以這就是生命的起源 那你要特別注意就是 生命是誕生於海洋 那氧氣的來源呢 主要是來自於光合作用的 所以這個氧氣呢 是來自於 要特別注意 來自光合作用的 來自光合作用造成的 好